卖报卖报 看今天的新闻 外地人在上海的传奇啊 卖报卖报 卖报卖报 给我一份 牵手 这报纸上写的金牌银元 是哪一位啊 报纸上写我们了 是啊 那肯定是我呀 真的是你 拿来我看看 不容易啊 被人骗到上海 又从妓院逃出来 能做到今天这个地步 真不容易啊 你说清楚 谁从那种龌龊的地方出来的 不是你吗 这 我想起来了 这上面说的是你吧 做过那种肮脏的交易 跑到我们这儿来装人 哼 是吗 嗯 报纸上说你勇敢 敢于反抗恶势力什么的 让我们啊 要好好地对待你 就是啊秋月 我们也是在上海 讨生活的外地人 我特别理解你 支持你 给我拿支笔 给我拿支笔 回头 追我一支 给我拿五支 快看看 这报纸 了不起 真了不起 可是这记者也太过分了 在报纸上这样接人家老底 人家多难受啊 来来来 坐坐 那就是这个 胡文林 你说一个女人 在上海滩混口饭吃 有多不容易啊 别说报纸上这个姑娘 就是我 在这个酒吧做女招待 每天不知道被多少客人 开油占便宜 这些王八蛋 占了便宜之后 还说你伤风败俗 我要是这个记者 就先写写这些虚伪的臭男人 不 先写写把这些姑娘 骗到上海来的 臭憋三 这些人 专门把人往火坑里推 最该死了 放屁 你这是放屁 胡文林 你生那么大气 我说错话了 什么被骗乡下女 你知道什么呀 她是白纸黑字 签字画牙来的上海 跳上船的时候 还穿着大红新娘子衣服 一看就是逃婚的嘛 也就是你这种白痴 还相信什么狗屁小报文章 胡爷 你怎么这么清楚 该不会 你想问我 是我派人去的是不是 我告诉你不是 是我带着纪元的闺公二顺 亲自去的 我们胡爷 为了几个小丫头 我去乡下受那份苦 谁信呢 信也好 不信也好 我居然那个肝姐 你是晓得的 上次想从乡下搞点新鲜货 结果到了河湾那边 都被土匪抢去做了压债夫人 就来找我了 说胡文林办事门槛经 在江湖上鸣头响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我这个人爱管闲事 我就带着二顺去了 那一次啊 我帮她搞了十几个丫头啊 我跟你说啊 有两个跟你一样 真的是百里挑一啊 一个叫春花 一个叫 就是报上说的杜秋月 是 胡爷 劝你一句 以后和你干姐这种事少干 是应得 这是我们一心推出的 最新款的金笔 好看又耐用 质量也有保障 三天包换的 谢谢 你看用不用做一块 金牌营业员的笔 挂在金笔柜台前呢 不用了 秋月还得好好地锻炼锻炼 这工拉得太满 闲就要折的 是 好的 好的 你看看你写的 就像是包打厅 说她是妓院里面跑出来的 你这不是换了她的名声吗 飞儿 我是掌握分寸的 不 你一定要向她道歉 秋月 李先生 你不用跟我道歉的 对不起秋月 我写文章还是欠考虑了 没想到给你带来 这么多的负面影响 其实以前 那段往事 我总是掖着藏着 生怕别人知道 现在可以大大方方地告诉大家 我杜秋月 虽然是从妓院里逃出来的 但是我清清白白做人 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这样 心里反而没什么压力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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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很多来上海的外乡人 因为看了李先生的文章 专门到柜台去支持我呢 这样就不怪你了 先生您要点什么 您看看这个 秋月姐 春花 你怎么来了 好久没有见到你了 好的好的 稍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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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真的 嗯 沈先生 今天晚上在家里办酒席 我是专程来请你去的 我不合适吧 我不去了 不行 你一定要来啊 我隔他过一会儿来接你 那好吧 你路上要小心啊 嗯 哦 楼上有很多孩子的衣服 要不要去看看 你看我买了这么多 这商场好大呀 楼上还有别的东西去看看吧 我都买齐了 哦 好 那你今天晚上一定要来啊 嗯 我去 嗯 慢点啊 哎 蓝姐 哦 这个价格标签 你一定要反复地核对 不能弄混了啊 哦 晓得了 你放心吧 哦 杜学月 外面有人找你 嗯 麻烦你跟她说一下 我还没忙完呢 让她再等我一下 我看她等着着急了 哦 秋月 你有急事啊 哦 家里有些事 没事儿 要是有事的话 你先去吧 嗯 你呀放心 把这儿交给我 没问题的 你赶紧去吧 真的啊 真的 那你千万别弄错了 赶快去吧 哦 辛苦你们了 谢谢啊 好的 再见啊 好的 再见啊 我们沈家啊 我们沈家呀 已经好久没有这么热了 全比没你啊 快点 来啊 对不起啊 快走 快走 真热啊 是啊 哎 春花在那儿呢 哎 强子 咱们先别过去找她 咱们就坐这儿吧 哦 这边 哦 来 来呀 好啊 坐这儿 哎 来 老师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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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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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上来 快点 上来 快点 上来 唱得特别好 也能买一件 听 吃瓜子 来来来 吃吧 好好好 不客气啊 这可是大喜事啊 得好好庆贺庆贺 对 阿盛 你说 是不是啊 多那点好吃的过去 来 唱得有味儿 唱得有味儿 你们吃点东西吧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二太太说 您别坐那么远 那边还有空位子呢 不了不了 我们俩就在这儿 这儿挺好 再说了我们也听不懂 这平潭 那你们慢用啊 谢谢你啊 强子 你傻笑什么呢 没什么 我觉得春花这傻丫头 还真有福气啊 想想以往在乡下 再看看现在沈先生 对得多好 你觉没觉得 春花和以前不一样啊 春花还能总是小时候的春花啊 只要沈先生对她好 我们就应该为她高兴 我是怕呀 那傻丫头受大太太的欺负 可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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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先回去歇着吧 这里有我照应着呢 太太我知道了 好 太太 我有点累了 想进入休息一下 好 挺好的 挺好的 柳太太 龟公子最近在忙什么呢 生意不错 还是那些事 秋月 你想家吗 也想家啊 真的很想回家去看一看 强子哥 现在我和春花都已经安稳了 你要是想家的话 就先回去吧 行啊 要是江湖子那边不闹了 我就接你们回去 再说吧 我还想为家里多挣些钱呢 大太太呢 大太太刚才回屋了 哦 那我给你啊 咱们去去睡了那门了 啊 雷梦没开门就好 失陪了 沈先生 二太太走了 钱呢 也不知道这钱什么时候能还清 请问消夜 春花哪儿去了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求求你 求求你保佑我们沈家香火延续 保佑春花母子平平安安 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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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花 你怎么来了 来来来 这边坐 小心点啊 来 坐 太太 你心肠这么好 观世音菩萨一定会保佑我们的 春花 我们沈家的香火 可就拜托你了 你可要千万好好保重身体 要照顾好自己啊 太太 阿秀呢 阿秀 太太 阿秀啊 以后进出门你都要陪着春花 一步都不要离开 听到没有啊 晓得了 嗯 太太 啊 啊 啊 ährt get 或什么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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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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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秋月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我到处找你 我想回家 这个上海滩 不是我带的地方 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这明摆着是拦截他们故意害你的 你说那刚到一心那么短的时间 就做得这么好 肯定是让儿眼红啊 这老话不是讲了吗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你现在想怎么办 回何老伯那儿 我一会儿就回颜府 你傻呀 颜红生不问青红皂白 他就把你赶出了一心 他还能让你回颜府 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要是就这么走了 我怎么对得起太太和小姐呢 我一会儿就回去 哪怕叫他们骂我一顿 把我赶出来 也不能就这么走了 老天有眼哪 善恶中间 早晚有一天 他们能看明白的吗 你说你 现在工钱也没了 二顺的钱怎么办呀 要不我去找春花吧 借一次可以 那往后怎么办 走一步看一步吧 善恶中间 秋月姐好容易有了个站稳脚跟的工作 怎么又没了 什么倒霉事啊 都让她给摊上了 我说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我不是习惯了吗 哥 那以后你跟秋月姐怎么办呢 我们俩想回去了 回去 你们现在怎么能回去呢 秋月姐跟妓院的债 可是沈先生出面说得清 你们现在要是回去了 老宝找到这里来 我怎么跟沈先生交代呀 不是 那你说怎么办 我觉得啊 你要不就跟胡文林干吧 她那儿的活又轻松 挣的钱又多 再说了 有胡文林照着 老宝也不敢怎么样 没准意高兴 秋月姐跟妓院的债 就全免了呢 你少跟我提那姓胡的 没有她 那你们俩会被骗到上海来 秋月能钱那么多钱 你怎么老提以前的事啊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你跟秋月姐以后怎么办 过了眼前这关再说吧 二太太 二太太 你一耳更好了 嗯 哎 你想烫死我呀 二太太 我已经脚温了 你自己看看 胡说 下去吧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 关你什么事啊 讨厌 走了 你 钱收真好 阿姐说了 夏月这个时候还换这个数 缓不上 还得回妓院啊 你放心 下月怎么办啊 我一天算一天吧 那个 春花跟我说 我要是去胡文林那儿的话 不行 我还没说完呢 我要是去胡文林那儿 也许她 不行 不许你去胡文林手下干活 也许债就清了 子贱 这燕翁粥你多吃点 要不你妈又该心疼了 好 你爸让你回东亚 那是为你好 你这样降着不回去 岂不让人家笑话 他们以后 一定会理解我所做的一切 子贱哥 你要是不想回去住 干脆帮我们家来吧 飞儿 胡说什么呢 秋月 站这儿想什么呢 还不赶快上菜去 多吃点啊 怎么搞的 连个盘子都端不好 没事没事 来 带点吃吧 带点吃 对不起 这个秋月 这次回来怎么搞的 好像心不在焉一样 秋月不是一直在你们一心上班吗 她最近一直住我们家 秋月已经不在一心上班了 她被我爸开除了 出了什么事了 出了什么事了 秋月是被陷害的 菲儿 就是因为子贱哥的那篇文章 他们才嫉妒秋月 才故意浑水摸鱼 陷害秋月的 秋月 秋月 李先生 对不起秋月 你离开一心都是我害了你 为什么这么说 我要是不写那篇文章 可能就不会有人陷害你 不关你的事 是我自己 做事太不仔细了 你刚才 刚才没摔疼吧 四季 我走了 好 再见 四季 走了 好 再见 四季再见 再见 早点休息啊 好 吴主任 您还不走啊 打算今晚跟我一块睡办公室啊 想跟你聊聊 四季啊 你这一系列文章 外底人在上海 写得蛮好 很多读者来信 说感同身受 写得情真意切 但是吴主任 你选题选得好 不过 我看了呢 还是有点建议 您说 你看啊 你这里面 写了他们背景离乡的原因 写了日本侵略者 写了恶霸 土匪 但是 背后的东西呢 背后的东西 你是指 在他们背后 是这个制度 是一个阶级 背景离乡没有用 还会受到新的压迫 打跑了一个江胡子没有用 还会有周胡子 赵胡子 只有推翻这个吃人的制度 你笔下的那些人 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爸 姊姊 我看了你的文章了 写得真不错 真的 我还能骗你啊 走 喝两杯咖啡去 爸 我还有事呢 另外 我现在还请不起 我出门也忘带钱包了 那就喝两杯水好吧 走 您慢用 谢谢 写秋月的那篇啊 你还挺有头脑的 三天包坏 分析得满到位 顾客 是我们商家的衣食父母 总结得也挺好 爸 我写得这么多 您就只看出这些来了 我还看出来 你对那个女孩子充满同情 她也真不容易 我是个商人 在商言商 你那些大道理啊 我说不出来 对了 爸 像秋月这样的人 我们东亚为什么不要呢 我是说一心推出的 金笔试用三天的销售方法 这是采用她的建议 所以如果她来了东亚 我想我们东亚的金笔销售 肯定也会有新的起色 难得你对东亚这么关心啊 请 明天你就让秋月 到营业部找任经理 好 不过呢 我是有条件的呀 只要您不干涉我写文章 我明天就办回家住 太好了 刚才爸爸是骗你的 我带钱了 你想吃什么 随便点 那你可别后悔啊 太太 不知道找秋月有什么事 你别紧张 子贤跟她爸爸打招呼了 让你去东亚上班 真的 秋月 你知道我当初 为什么开除你吗 你把金笔柜台交给我负责 每个月 给我比别人多三块大洋 就是让我事事操心 替公司把关的 反省得不错 但是我还有一个 其他的目的 就是要锻炼你 你还记得不 当初我就提醒你 跟祖元搞好关系 你不听吗 你这个人哪 比较聪明 点子也多 可是做事 只光聪明不幸 我希望你这次到东亚 要跟上下都搞好关系 带好你的小组 好吧 爸爸 那再让秋月回异心吧 既然子贤已经开口了 就让她去东亚吧 东亚 地处租借地 你到那以后 你会接触到方方面面的顾客 这更是一个 锻炼你的好机会啊 老板 秋月还是想为您做事 秋月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你能有这样的好机会 我们也为你感到高兴 谢谢太太 您和大小姐对我的救命之恩 我会一辈子感激你们的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个知人图报的人 如果我们有缘 以后还会再相见的 不过 你到东亚上班以后 就不好再住在我们家了 妈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这是为秋月好 秋月啊 东亚不比一心 一心是我们颜家的 你住在这里 别人不会说什么 可是 东亚和一心 是商场上的竞争对手 你住在这里 李老板会不舒服的 搞得不好 还会认为你是一心 安插在东亚的眼线 秋月 你有这么个机会 不容易 不能因为我们一心 而让你丢掉饭碗 我看就这样吧 你赶快收拾收拾 今天啊 就离开严府吧 妈 今晚 那秋月去哪儿住啊 从哪里来 就回到哪里去 妈 秋月 妈 谢谢先生 谢谢太太 你怎么来了 我离开严府了 被严府轰出来了 怪不得我这几天眼皮尽跳呢 这回你眼皮跳得可不准了 虽然我离开严府 但是我要去东亚上班了 去东亚了 我说呢 我们上了报纸的金牌营业员 还能没人要啊 不过 我得在您这里驾张床 以后我就回来住了 但我每月给您付房租 您不会又轰我走吧 怎么会呢 你付了房租 我还敢轰你走啊 你不付房租 我 我不是也没年 你走吗 走走走 真舒服 我说秋月 你这回到了东亚 可得展个新眼 干活别逞能 该你干的 你干 不该你干的 看也别看也别去干 懂吗 那您的意思 还是别让我好好干啊 你好好干都被炒鱿鱼了 不好好干 那不更被炒鱿鱼了吗 我是说呀 你干活要长个新眼 别尽逞能 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 记着啊 出头的船子鲜烂 为什么不洗碗呢 来 走走走 别出声 跟我走 好好好 我托你办的事怎么样了 沈太太 做这样的事情是要施应得的 那你什么意思啊 只要肯出钱 这种事自然是有人愿意做的 行 那你说个数碗 好 就照你说的办 不过 是锦尼可得给我办得漂漂亮亮的 好 您放心 您放心 沈太太 这是沈先生是知道的了 他还不是都听我的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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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好 好 谢谢 董事长 董事长好 好 谢谢 董事长好 好 好 董事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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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是我们这里最好的一款笔 好汤用 这款不汤用 秋月 顾客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有些顾客专门到我们东亚 找秋月买笔 抓住一个顾客 那就等于是一群顾客 只要有好的口碑 才能有回头客 任主任 那就任命秋月 为金笔柜台的组长 好 你走路的时候啊 步子迈小一点 小心动了胎气 秋月 她没那么娇气 怀着孩子嘛 阿牛啊 二太太 这兰花的叶子都这么长了 赶快上来捡一下 好嘞 慢点啊 来 小心 春花 你最爱吃桂圆了 阿秀啊 哎 这桂圆是剥了皮煮的还是带皮煮的 是剥了皮煮的 你知不知道 这桂圆剥了皮煮是上火的 不是您让我剥皮煮的吗 还不去泡茶 是 这个阿秀啊 真不懂事 春花 我发现啊 最近你别的没长进 这脾气长了不少啊 这下等人啊 你要是不使唤他 他就使唤你 你是不是认为你已经是上等人了 你怎么这么说我呀 我怎么说你了 我说难道不对啊 强子哥 怀孕的时候 孕妇是不能生气的 还是秋月姐对我好 我和你哥都对你好 你吃个吧 来 你也吃啊 我也吃啊 真好吃 今天你们到这里来 是不是 又欠钱了 上次的事情 谢谢你 自家姐妹 客气什么呀 就因为是自家姐妹 所以才要有借有还嘛 今天晚上 留在这里吃饭吧 我让阿牛多备几个菜 不了 我还要回去 我还要回去给何老伯做饭呢 走吧 对 你呀 对谁都这么上心 丑花 不是我说你啊 以后对下人 还是好一点 都是穷人家里长大的 你至于吗 动不动就板起面孔训人 你烦不烦呢 你 丑花 你挺着这么大的肚子 上楼下楼的 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没事 你们好不容易来看我 我当然要送了 别送了 就到这儿吧 你看看 都搞成什么样子了 你明明知道这盆兰花 是我最喜欢的 把这片叶子剪掉了 也不跟我打声招呼 你太放肆了 太太 太太 对不起 是二太太让我剪的 没我的同意 烂掉也不能剪 阿宁 你可不能胡说 春花 你也在呢 你们来了 我现在看 我身边之间有点 你要 bunny 我现在去看 你这么爱 我却从你身边 你这个最喜欢的 都要是 没有 你这么做 你自己想去看 你吃水 不要 我舍不去看 最有什么 一定会 抵制日乎 停止违战 抵制随外 打倒外国队 抵制日乎 停止违战 胡老板 久威了 李牧先生 大驾光临有失远迎 请请请 请 李牧先生 今天给您预备了 上好的名前比罗春 这种茶在中国可以称得上 是茶中之少女啊 少女 好香啊 这茶喝起来 酒半点人间烟火气息 李牧先生 此次前来想必又是跟我胡某 做大买卖的吧 难道你我之间除了生意 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吗 不是不是 林牧先生是何等尊贵的人 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不会只是为跟我胡某 续旧情的吧